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产量多的时候 他们收货上压到十五毛钱一公斤 成本都不够嘛 我们只要工人包装 还要用报纸回报率 还不够我们的成本 干脆做底肥咯 一下腌水就是说它根会腐烂 腐烂的整个就是黄掉咯 腌水很惨重的 腌水下去就是说 你十个月的新鞋 泡汤就对了 来 我来自东甲 我的名字叫郑成文 我是种植木瓜为主 种植六七年了 我们这边的木瓜大多是两种品种 一种叫柴头瓜 一种叫香港瓜 我们种的香港瓜是 批发给市场市场那些比较多 大力瓜是批发给他们去 拿去那个理店比较多 我们种植木瓜 种的时候很辛苦 小棵的时候很难培苗 培起来苗 还要看它的品种 有些是长瓜 有些是圆瓜 圆瓜就要淘汰掉 留长瓜起来 它过程比较辛苦一点 到种植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枯了 种下去到生产 应该是要到十个月左右 两个比较主要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的时候最怕是脏水 腌水 水太急的话流不出 腌一天罢了 整片木瓜都死到完了 第二个问题是价钱问题 价钱有时候产量多的话 它们收果上压到我们很低 就是说连成本都没有 因为它价到三四毛钱 所以我们采出去都不够成本 如果多的话很惊人的很怕人的 如果少的话很少的 所以它价钱浮动很高很低 所以我们的这般果 如果在冬价里 刚好遇到这般果 大般果 它消不起的时候 我们就全部都倒掉 它就不来收了 熟了就是说它皮有点转色 有点霸分 看到那个颜色已经转了 我们就可以采下来了 那种果就很好吃很甜 如果你太轻的果 去把它腌熟 那种果会比它淡一点 就不好吃 有时候那个果蝇太多 你叮到它的时候 它熟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小虫 它缠软的时候已经变成虫了 所以它一定腐烂的 如果种果蝇的话 人家市场进卖的时候 人家就不买 旱天的时候 如果三个月没有下雨的话 整棵树都不会结果的 它会开花 可是它不会调果 因为旱天嘛 没有水分嘛 所以我们旱天吃饭 有时候旱天 我们也是辛苦 雨季 我们也是辛苦 如果雨季 所以我们的那个农药要放多 要杀菌那些 也成本很高 今天我们踏入了 位于东甲的一个小镇里面的 木瓜农田 位于这一块呢 我们遇见了一个 玉树风范 然后非常极大快乐观的一个老板 然后呢 种植了12年 从半石流 转到回来 木瓜 其实整体让我们体验到的呢 它的农民的生活 其实 在这里这一块呢 多数都是位于 这一块 淹水的问题 每一次的淹水 都让他们有惨痛的经验 导致他们惨痛的经验 损失极大 直到十个月 都没有办法收成 更甚至这里的农民 也常常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极大的不支持 这些常常淹水的状态 导致到水沟跟大水沟那边 一年两年才存一次 所以说 我们也真心希望 这些农民能够尽快的能得到 政府莫大的帮助 并且农民的这般辛苦 十个月没有办法收成的这一块呢 最后精心种出来 带到市场的木瓜 我也希望全体的观众 我们能真心的支持 现在最新的农民新鲜蔬果 让我们这些本土的水果 可以继续发扬广大 直到可以出口外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